第二十三回 西乡记妙词通细语 牡丹亭宴取景芳心 话说贾元春自那日信大官员回宫去后 便命将那日所有的提拥 命探春依次朝露妥协 自己鞭刺许其幽烈 又命在大官员乐食 为千古风流雅士 因此贾正命人各处选拔金公名将 在大官员摩石捐资 贾真率领荣强等监公 因贾强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系 并行头等事不大得便 因此贾真又将贾昌贾灵换来监公 一日汤辣丁珠动其手来 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那个玉皇庙并达摩安两处 一般的十二个小沙迷 并十二个小道士 如今挪出大官员来 贾正正想发到各庙去分住 不想后街上住的贾亲之母周氏 正盘算着也要到贾正这边 某一个大小事物与儿子管管 也好弄些银钱使用 可巧听见这件事出来 便坐轿子来求凤姐 凤姐因见她素日不大 拿班做事的便一隐了 想了几句话便回王夫人说 这些小和尚道士 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 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成应 糖货散了火 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 依我的主意 不如将他们竟送到咱们家庙里 铁砍寺去 月间不过派一个人 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 说声用走去叫来 一点不费事呢 王夫人听了便伤之于贾正 贾正听了笑道 倒是提醒了我 就是这样 及时换贾脸来 当下贾脸正同凤姐吃饭 一闻呼唤不知何事 放下饭便走 凤姐一把拉住笑道 你且站住听我说话 若是别的事我不管 若是为小和尚们的事 好歹依我这么着 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 贾脸笑道 我不知道 你有本事你说去 凤姐听了把头一梗 把筷子一放 塞上似笑不笑地瞅着贾脸道 你当真的 是玩话 西郎下五嫂子的儿子云尔 来求了我两三遭 要个事情管管 我依了叫她等着 好容易出来这件事 你又夺了去 你放心 园子东北角子上 娘娘说了 还叫多多地种松柏树 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 等这件事出来 我管宝 叫云尔管这件工程 果然这样也倒罢了 只是昨晚上 我不过是要改个样 你就扭手扭脚的 凤姐听了 吃得一声笑了 向贾脸催了一口 低下头便吃饭 贾脸已经笑着去了 到了前面见了贾政 果然是小和尚一事 贾脸便依了凤姐主意 说道 如今看来 秦儿都大大的出息了 这件事竟交与她去管办 横竖照在里头的规律 每月叫秦儿知灵就是了 贾政原不大理论这些事 听贾脸如此说 便如此依了 贾脸回到房中 告诉凤姐 凤姐急命人 去告诉了周氏 贾秦便来见贾脸夫妻两个 感谢不尽 凤姐又做情 央贾脸先知三个月的 叫她写了领字 贾脸批票 画了鸭 当时发了对牌出去 银库上按数 发出三个月的供给来 白花花二三百两 贾秦随手捏一块 料于长秤的人 叫他们吃了茶吧 于是命小厮拿回家 与母亲商议 当时雇了大教驴 自己骑上 又雇了几辆车 至荣国府脚门前 换出二十四个人来 坐上车 一静 往城外铁坎四去了 当下无话 如今 且说贾元春 因在宫中 自编大官员提勇之后 忽想起 那大官员中紧致 自己信过之后 贾政必定静紧封锁 不敢使人进去骚扰 岂不辽落 旷家中 现有几个能师会父的姊妹 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 也不使家人落魄 花柳无言 却又想到宝玉 自幼在姊妹丛中长大 不比别的兄弟 若不命他进去 只怕他冷清了 一时不大畅快 未免家母王夫人愁虑 须得也命他 进园居住芳庙 想必遂命太监下手中 到龙国府来下一道狱 命宝钗等只管在园中居住 不可禁约封故 命宝玉 仍随进去读书 贾政王夫人接了这狱 待下手中去后 便来回名贾母 遣人进去 各处收拾打扫 安设连慢床障 别人听了 孩子有渴 为宝玉听了这狱 洗得无可不可 正和贾母盘算 咬这个弄那个 忽见丫鬟来说 老爷叫宝玉 宝玉听了 好似打了个焦雷 灯石扫去兴透 脸上转了颜色 便拉着贾母 扭得好似扭骨糖 杀死不敢去 贾母只得安慰他道 好宝贝 你只管去 有我呢 他不敢委屈了你 况且你又做了那篇好文章 像是娘娘叫你进去住 她吩咐你几句 不过不叫你在里头淘气 她说什么 你只好生答应着就是 一面安慰 一面换了两个老嬷嬷来 吩咐 好生带了宝玉去 别叫他老子吓着他 老嬷嬷答应了 宝玉只得前去 一步挪不了三寸 蹭到这边来 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 金串 彩云 彩霞 朽鸾 朽凤等重丫鬟 都在狼颜上站着呢 一见宝玉来 都敏着嘴笑 金串一把拉着宝玉 悄悄地笑道 我这嘴上是财擦的香锦胭脂 你这回子可吃不吃了 彩云一把推开金串笑道 人家正心里不自在 你还奚落他 趁这回子喜欢 快进去吧 宝玉只得挨进门去 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 赵姨娘打起帘子 宝玉攻身进去 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面坐在炕上说话 地下一溜椅子 迎春 炭春 西春 甲环四个人都坐在那里 一见他进来 唯有炭春和西春 甲环站了起来 贾政一举目 见宝玉站在跟前 身材飘逸 袖涩夺人 看看甲环 人物猥琐 举指荒束 忽悠想起 甲珠来 又看看王夫人 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 素碍如针 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 因这几件伤 把素日嫌恶处分宝玉之心 不决减了八九 半上说道 娘娘吩咐说 你啊 日日外投西游 见次书懒 如今叫尽管 同你姊妹在园里读书写字 你可好生用心习学 再如不守份安长 你可仔细 宝玉连连地答应了几个事 王夫人便拉她在身旁坐下 她子弟三人依旧坐下 王夫人摸索着宝玉的博相 说道 前的丸药都吃完了 还有一碗 明儿再取食丸来 天天临睡的时候 叫西人服侍你吃了再睡 只从太太吩咐了 西人天天晚上想着 打发我吃 西人是何人 是个丫头 丫头嘛 不管叫个什么罢了 是谁这样刁钻 起这样的名字 王夫人见贾政不自在了 便替宝玉掩饰道 是老太太起的 老太太如何知道这话 一定是宝玉 宝玉见瞒不过 只得起身回道 因素日读诗 曾记古人有一句诗云 花气席人知皱暖 因这个丫头姓花 便随口起了这个名字 宝玉 你回去改了吧 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动气 究竟也无碍 又何用改 只是 可见宝玉不务政 专在这些农瓷厌妇上 做功夫 作业的畜生 还不出去 去吧 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饭呢 宝玉答应了 慢慢地退出去 像金串笑着绅士舌头 带着两个嬷嬷 一溜烟 去了 刚至川堂门前 只见习人 以门立在那里 一见宝玉平安回来 堆下笑来问道 叫你做什么 没有什么 不过怕我金元去淘气 吩咐吩咐 一面说 一面回至贾母跟前 回名原委 只见林黛玉正在那里 宝玉便问她 你住哪一处好 林黛玉正心里盘算 这事 忽见宝玉问她 便笑道 我心里想着 香香管好 爱那几肝竹子 引着一道驱蓝 比别的更绝幽静 宝玉听了拍手笑道 正和我的主意一样 我也要叫你住这里呢 我就住宝玉院 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 二人正计较 就由贾正前人来回贾母说 二月二十二日子好 哥姐们好搬进去的 这几日内 前人进去分派收拾 薛宝钗住了恒吴院 林黛玉住了萧香管 贾营春住了坠锦楼 探春住了秋爽斋 西春住了辽风轩 李氏住了道乡村 宝玉住了宜红院 每一处 填两个老嬷嬷 四个丫头 除个人奶娘 亲随丫鬟不算外 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 至二十二日 一起进去 当时园内花招绣带 柳浮相风 不似前番 那等寂寞了 闲言少叙 且说宝玉 自尽花园以来 心满意足 再无别相 可生贪求之心 每日只和姊妹 丫头们一处 或读书 或写字 或弹琴下棋 作画银诗 以致苗栏刺凤 豆草簪花 低银敲畅 拆字拆梅 无所不至 倒也十分快乐 他曾有棘手 棘士诗 虽不算好 却倒是真情真景 略计棘手云 春夜集市 霞霞云卧 任铺沉 隔向麻羹 听未真 枕上清寒 窗外雨 眼前春色 梦中人 盈盈竹泪 因谁气 点点花筹 为我称 自是小环 娇懒惯 拥亲不耐 笑颜贫 下夜集市 眷秀佳人 幽梦长 金龙鹦鹉 换茶汤 窗鸣射月 开宫镜 誓矮 谈云品玉香 琥珀杯清 何路华 玻璃剑纳 柳风凉 水亭处处 齐丸洞 连卷珠楼 霸碗庄 秋夜集市 将云轩礼 绝喧哗 贵魄流光 尽欠沙 抬索石文 容睡鹤 景飘同路 诗漆鸭 抱亲碧至 书金凤 以见人归 落翠花 静夜不眠 阴酒渴 尘烟重播 所烹茶 冬夜集市 眉魂竹梦 以三更 谨记双亲 睡未成 松颖一亭 为见鹤 梨花满地 不闻英 女儿脆袖 诗怀冷 公子金雕 酒立青 却喜事儿 知诗明 扫江心血 及时烹 因这几首诗 当时有一等 势力人 见是荣国府 十二三岁的公子 做的 抄露出来 各处称颂 再有一等 清福子弟 爱上那 风骚妖艳之句 也写在汕头壁上 不时银额赏赞 因此 竟有人来寻诗秘字 欠话求提的 宝玉一发得了意 振日家 做这些外物 谁想 静中 生烦恼 忽一日 不自在起来 这也不好 那也不好 出来进去 只是闷闷的 园中那些人 多半是女孩 正在混沌世界 天真烂漫之时 坐卧不必 嬉笑无心 哪里知 宝玉此时的心事 那宝玉 心内不自在 便懒在园内 只在外头鬼混 却又痴痴的 明言见他这样 因想与他开心 左思右想 皆是宝玉 完奈烦了的 不能开心 唯有这见 宝玉不曾看见过 想必便走去到书房内 把那古今小说 并那飞燕 何德 武则天 杨贵妃的外传 与那传奇脚本 买了许多来 引宝玉看 宝玉 何曾见过这些书 一看见了 便如得了珍宝 明言嘱咐他 不可拿进圆去 若叫人知道了 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 宝玉哪里舍得不拿进去 持厨再三 单把那纹理细密地 捡了几套进去 放在床顶上 无人时自己密看 那粗俗过路的 都藏在外面书房里 那一日 正当三月中换 早饭后 宝玉携了一套 惠真记 走到沁方达桥边 桃花底下一块石上坐着 展开惠真记 从头细完 正看到 落红城镇 只见一阵风过 把树头上桃花 吹下一大半来 落得满身满疏满地结实 宝玉要抖江下来 恐怕脚步践踏了 只得偷了那花瓣 来至池边 都在池内 那花瓣浮在水面 飘飘荡荡 竟流出 沁方闸去了 回来只见 地下还有许多 宝玉正迟出间 只听背后 有人说道 你在这里做什么 宝玉一回头 却是林黛玉来了 肩上担着花厨 厨上挂着花囊 手内拿着花招 宝玉笑道 好 好 来把这个花扫起来 撂在那水里 我才撂了好些在那里呢 撂在水里不好 你看这里的水干净 只一流出去 有人家的地方 脏得臭得混到 仍旧把花糟蹋了 那鸡脚上 我有一个花种 如今把它扫了 装在这圈袋里 拿土埋上 日久不过 随土化了 岂不干净 宝玉听了 喜不自禁 笑道 带我放下书 帮你来收拾 什么书 宝玉见问 慌得藏之不迭 便说道 不过是中庸大学 你又在我跟前弄鬼 趁早给我瞧 好多人呢 好妹妹 若论你 我是不怕的 你看了 好歹别告诉别人去 珍珍这是好书 你要看了 连饭也不想吃呢 一面说 一面递了过去 林黛玉把花具 且都放下 接书来瞧 从头看去 越看越爱看 不过炖饭功夫 将十六出 聚意看完 自觉 此早景人 鱼香满口 虽看完了书 却只管出神 心内还默默计送 宝玉笑道 妹妹 你说好不好 果然有趣 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 你就是那 倾国倾城帽 林黛玉听了 不觉 戴塞连耳通红 当时 直竖起 两道四醋 飞醋的煤 瞪了两只 死蒸非蒸的盐 微塞带怒 薄面寒谛 直宝玉道 你这该死的胡说 好好的 把这银子 燕曲弄了来 还学了这些混花 来欺负我 我告诉舅舅 舅母去 说到欺负两个字上 早又把眼睛圈红了 转身就走 宝玉着了急 向前拦住说道 好妹妹 千万饶我这一遭 原始我说错了 若有心欺负你 明儿我掉在池子里 叫个赖头猿吞了去 变个大旺吧 等你明儿做了 一品夫人 冰老归西的时候 我往你坟上 替你驮一辈子的悲剧 说得林黛玉 吃得一声笑了 一面揉着眼睛 一面笑道 一般也笑得这个调 还只管胡说 还只管胡说 呸 原来是苗儿不锈 是个银样辣枪头 你这个呢 我也告诉去 你说你会过目成素 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吗 宝玉一面收书 一面笑道 正经快把花埋了吧 别提那个了 二人便收拾落花 正才掩埋妥协 只见习人走来说道 那里没找到 摸在这里来 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 姑娘们都过去请安 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 快回去换衣上去吧 宝玉听了 忙拿了书 别了黛玉 同习人回房换衣不提 这里林黛玉 见宝玉去了 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 自己闷闷的 郑玉回房 刚走到黎香苑墙角上 只听墙内 笛蕴悠扬 歌声婉转 林黛玉便知 是那十二个女孩子 演习戏文呢 只因林黛玉 素席不大喜看戏文 便不留心 只管往前走 偶然两句吹到耳内 明明白白 一字不落 唱道士 转的演员 故xa 美自愿中秋 EPISTER AND CRANKEL realit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私道 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闻 想必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右侧耳时只听唱道 字幕志愿者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戴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妖,又听到你在幽归自连等句,一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 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绝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 忽悠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 再又有诗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 又间方才所见西香记中花落水流红,咸愁万种之句 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寸夺,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正没个开胶,呼绝背上激了一下,急回头看时原来是 且听下回分解,正是庄辰秀业心无疑,对月临风恨有之 朋友您好,欢迎您到来,我是张国立,在这儿陪您一起读《红楼梦》 这回一开头啊,贾府把大观园收拾好 元春担心园子没人住,荒废了,从宫里传出来命令 让贾宝玉,林黛玉等人搬进大观园住 贾府修好了大观园,这么一座大园子,为什么不住人呢? 因为啊,大观园是元春省亲的专属住所 元春是皇帝的妃子,人家属于皇室 他在皇宫外居住的地方,那就是行宫啊 大观园虽然是荣国辅修的,但也属于皇家 如果没有皇帝或者元春的命令 作为臣子,贾府是不能让人进去住的 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很多 比如,隋朝末年,李渊在太原组织军队争夺天下 据说他本人没有下定决心 是李世民等人设计 让他在隋阳帝位于太原的行宫里喝酒住宿 犯了大罪 他没办法了,才被迫起兵的 好了,住进了大观园 贾宝玉一开始顺心如意 时间久了,心里开始烦躁了 就找了很多书来阅读 那其中一本呢,就是《慧真记》 《慧真记》就是元代王时福写的《西香记》 讲张生和崔英英爱情故事的原杂剧 这本书和牡丹亭一样 是当时年轻人的禁书 其他的一些通俗小说 例如《飞燕外传》 《杨贵妃外传》等等 讲述那些宫廷妃子的爱情故事和宫斗故事 有时候会掺杂一些少而不移的内容 女孩子当然不允许看 这种写爱情的作品容易沟动人心 那男孩子也不能看 他们读书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 这算是贤书 看书的时间是三月中换 换是三点水加一个完成的完 就是三月中旬 唐代那会儿规定 官员们每个月的上、中、下旬各放一天假 这三个休息日叫做上换、中换、下换 后来就演变成了上旬、中旬和下旬 这宝玉一个人偷偷摸摸在这看 偏偏又被黛玉给瞧见了 黛玉就也拿过来看 两个人还借用西乡记里的台词来对话 贾宝玉说 我就是个多仇多病身 你就是那个倾国倾城茂 这句话是西乡记中张生给他的恋人崔英英说的话 黛玉听到这句恋人之间调情的台词 立刻羞红了脸 觉得宝玉对他无礼 挑逗他了 所以他之后的反应才那么的激烈 贾宝玉是无心的 顺口引用了这句话 于是他赶紧道歉 待遇情绪还缓和过来 也说了一句西乡记里的台词 原来是苗而不秀 银样辣枪头 这句是西乡记中红娘嘲讽张生的话 意思就是中看不中用 后闻林黛玉在墙边听到的 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乐事 谁家愿 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等台词 是牡丹亭惊梦这一出的句子 这一回短短的时间内 林黛玉受到了两大禁书的强烈冲击 少女本来就怀春 还有这样的作品激发着 引着他不断胡思乱想 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可见一斑 好了 我是陪你读《红楼梦》的张国立 我们下次继续 大家好 我是欧丽娟 欢迎收听我的《红楼梦》导读 今天我们读到了《红楼梦》的第23回 在这一回里 宝玉 宝钗 宝钗等奉原飞的玉命进入大观园 从此以后 大观园就成了主要的舞台 宝玉啊 简直是到了桃花园 心满意足 乐不思数 于是写了一组 是四十集诗诗 分别描写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快乐生活 所以我把这一组诗称为乐园的开幕颂歌 也从此以后 大观园就是整部小说最重要的舞台 而这样的环境 让宝代的情感可以更合情 更合法的发展 也让诸位金钗的性格可以更充分的呈现 所以是很重要的一回 其中呢 我要请大家注意三个重点 第一 大观园其实是皇家园林 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省心以后 贾政一定会把他禁锦封锁 不敢使人进去骚扰 从此就成为一处禁地 没有人能够欣赏 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所以原非才会特别下狱 让那些才情洋溢的姐妹们住进去 这才创造了美丽又热闹的大观园 再来的第二个重点 那就是在大观园里 这一回写宝代的情感发展 就是两个人一起共读西香记 这二玉肩并肩 读到入迷的场面 正是如诗如画 后来黛玉听了牡丹亭的歌词 也感动到眼中落泪 这些情节 就是回目上所说的西香记 妙词通细语 牡丹亭 厌取警方心 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 也因此我们都以为 这两部戏曲小说中的自由恋爱 会影响到二玉的观念和行为 而去反抗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的礼教 不过 这是很严重的误解 我要提醒大家先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一个人喜欢一本书 到底是喜欢书中的哪一个部分呢 让我们特别注意这段情节里的描写 我们就会发现 林丹亭这一段单独西香记的过程中 曹雪晴所写的 都是他被书中的辞藻所吸引 所谓的 辞藻景人 余香满口 就是这样 还有他后来听到牡丹亭的歌词 所谓的 良辰美景 奈何天 赏心乐事 谁家乐 以及接下来 他所召唤的唐诗诵词 都是流水 落花 春趣 这一类凄美的意象 我就把其中的意境 称为 失信的感伤 这就是一种 失化了的 升华了的 美丽的悲哀 也都具有修辞上的艺术美感 而这就是林丹亭这个人 跟他的诗 最主要的风格 正是因为这样 西香记牡丹亭对他的吸引 就在这里 我们可不能扩大解释 以偏概全了 而且 你再认真想一想 这时候 丹亭表现出那么喜欢西香记的样子 而心里又确实很喜欢宝玉 照理来说 你喜欢的人 引用了喜欢的书 对自己告白 不是应该会很高兴吗 宝玉就说 我是个多仇多病生 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茂 这不就等于暗示了两个人之间的情人关系吗 但是结果情况啊 却是刚好相反 黛玉居然很罕见的大怒 指责宝玉说 这是该死的胡说 然后他用的是 银子厌举里面的魂话 来欺负我 然后他还要告诉舅舅舅母去 当他说到欺负这两个字的时候 早就把眼圈又红了 转身就走 你看 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黛玉根本就不赞同这些 才子家人故事里面的情节 还认为他们都是不登大雅之堂 很低俗的层次 所以宝玉把他和故事里的家人做类比 简直就是把他自己给降格了 因此觉得羞辱不堪 还气到横眉树木的地步 这可是比他嫉妒宝钗 歪派宝玉的程度还严重呢 而这个情况 后来在第26回 又再发生了一次 那就更明确了 所以说 我们读书可不能胡伦吞枣 否则就容易读错了 我们解释了黛玉对两部爱情剧的 真正的态度以后 接下来 我们再讲这一回最后的一个重点 那就是 大观园这个乐园才刚刚开幕 可小说家所安排的第一件事 或者说第一个活动 却是黛玉葬花 这简直就是很不祥的预兆 暗示了乐园 必然毁灭的命运 而这也让整部小说的悲剧感更能厚 更彻底了 那么 这一回的导读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